NFT 屬於數字資產或虛擬資產的其中一部份 數字資產包括NFT都是基於區塊鏈的技術 將資產或物件記錄在區塊鏈上 所以它可以呈現到不可揣改的特性 第二亦是唯一性 所以數字資產包含三個不同的資產總別 第一個是加密貨幣 例如比特幣 以太坊等等 第二個是證券型代幣 它是有資產backup的代幣 在香港或不同的世界各地屬於證券監管的活動 第三就是NFT NFT的全名就是非同質化代幣 即是每一個物件都是獨特性的 我們現在的現金 譬如我們的港幣10元 和你的港幣10元 其實就算大家交換都沒問題 因為大家都有同一個價值 這個就叫Fungible 同質的意思 非同質化代表每一個物件都是不同的 在新冠疫情之下 其實很多產業的盈利也非常受影響 尤其是文化、娛樂、運動 可能一個歌手不能夠開演唱會 他們都透過不同的方式 希望跟他的粉絲多些互動 除了一般的社交媒體之外 他們希望發放NFT就是他們有一個新的市場營銷的方式 去更加好跟他的粉絲互動的方式 可以令到他不需要有一個很高的IT成本 這一類的NFT是希望主要是 如何繼續用一個新的科技 去接觸他的社交媒體 是有一個更加Effective和Efficient的方法 另一方面的NFT是跟數字收藏品有關 包括一些圖像、一些影片 所以我們看到NFT在這方面 亦都是有一些非常非常高的一個價錢 所以我想看到其實元宇宙 我們現在其實在國內外 其實都非常之多不同的大型的公司 亦都宣佈去進場 NFT和元宇宙最大的結合是 元宇宙裡面每一個物品 其實都可以基於區塊鏈去創建、去儲存 每一個物品都要記錄區塊鏈 其實每一個都等於是NFT